2022年10月 國際專業學術雜誌營養素和分子科學國際雜誌 分別刊登了南韓韓醫學研究院研究組 最近由草藥桑枝中發現的抑制新冠病毒感染的成份 桑枝是桑科樂業喬木桑樹的亂枝 桑樹全身都是寶 自古以來在中國、南韓等國家 桑樹的果實桑橙、葉子桑葉、根皮桑白皮 樹枝桑枝都是常用的草藥 具有很高的藥用價值 桑枝常被用於治療風濕皮痛 中風半身不遂、水腫腳氣、肌膚痕氧等症狀 現代藥理學認為 桑枝有利療、消炎、抗菌、抗病毒、抗癌等作用 該研究組在這次的研究中確認了桑枝中的成份桑枯藍G和桑皮酮 可以有效阻斷新冠病毒感染初期階段的滲透人類宿主細胞的過程 進入人體的新冠病毒 通過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 與人類上皮細胞的血管緊張素轉化煤2 ACE2受體結合 滲透到細胞裡面 研究組通過試驗發現 桑枯藍G、桑皮酮C 都與刺突蛋白與ACE2受體緊密結合 有效阻止了刺突蛋白與ACE2受體的相互結合 另外 研究組還通過細胞實驗 驗證了桑枯藍G和桑皮酮C 可以抑制模擬的病毒和實際的冠狀病毒的感染 成為阻斷冠狀病毒感染初期階段的細胞滲透的抑制劑 美國食品醫藥局FDA認可的新冠病毒治療劑 有小分子形態的病毒RNA複製抑制劑 例如瑞德西韋、柏克斯諾韋等 也有基於巨分子的病毒細胞滲透抑制劑等 但目前出現了對RNA複製抑制劑瑞德西韋和柏克斯諾韋 具有耐藥性的變異新冠病毒 而抗體治療劑就只能到醫院靜脈注射 研究組負責人崔長基博士表示 以RNA作為為全物質的新冠病毒變異頻率很高 因此發生耐藥性病毒的可能性很大 他說 而作為細胞滲透抑制劑的桑膚藍珠和桑皮酮 和現有獲得批准的RNA複製抑制治療劑一同使用 不僅可以提高對新冠病毒的治療率 還可以抑制耐藥性病毒的出現 詞can作曲 用詞曲 李宗盛 引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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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者